用餐時間 阿里山公路旁的餐廳 空中還有一大半 路客團變少了 老闆超有感 以前在我們餐廳 路客進來都是排隊的狀況 但是在今年 遊客就差很多 路客沒有來就差了很多 今天一半人可以 路客這樣 感覺是一半 風景區的攤散哭等客人上門 看看停車場 局限兩三輛遊覽車 天長第九橋也沒人走 從五一連假的遊客數來看 去年同期 共有601團上阿里山 遊客多達一萬三千多人 今年到現在 只有41團預約 共計1170億人 人只有還不到 去年的十分之一 對比過去阿里山上 人幾人的盛況 現在實在差多 不僅阿里山遊客減少 往南走到墾丁 知名的景點 鵝鵝鵝鼻貓鼻頭 今年一到三月的入園人數 每個月都掉了一萬人 攤販跟團客餐廳 業績也受到影響 平均也減少兩到三成 墾丁一定有電動自行車業者 打出價格戰 一天租車800變600 消價苦撐多少貼補營業額 台灣的旅遊市場 少了路客驚人的消費力 不只影響生計 恐怕也會衝擊觀光產業 就要混張中把家育肯定做的 除了 負責贈